为什么三姐会让男人有真爱的幻觉 因为他们会有一种作弊行为 会超近路直达亲密 满足男人的生理需求 提供超高的性价值 真的有些三姐会频繁地去满足男人的生理需求 甚至会为此去付费学习 而且高额付费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来访者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跟老公就没有夫妻生活了 这种情况很容易被三姐钻空子 三姐真的就会频繁地要求跟男人发生关系 这种刺激就会让男人觉得 我征服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为了让我享受让我舒服 能提供给我这样的服务 这么豁得出去 这么放得开 一定是爱我才会这样的 而且性会刺激人分泌一些激素 让人产生愉悦和满足 产生了真爱的幻觉 男的在这种刺激下就会忽略 三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到底图了什么 甚至男人会被人骗了都不自知 尤其是现在有些三姐真的是涉心处虑 琢磨甚至学习 说什么话能让这个男人更兴奋 让这个男人的体验感更好 让他觉得我是真心爱他 所以明白了吗 有些三姐是真的用技巧去满足男人 让男人上头 让男人满足自己的欲望 那么作为原配 你一方面要清楚 你们的婚姻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另一方面你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男人出轨 哪怕对那个女人再上头 也不会是真爱 只要你能坚定不被他们带跑偏 你就会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 以及保护好这段婚姻 所以我们的婚姻